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16日,葡萄牙大姓匈牙利,星期二深夜,欧国杯分组赛有场重投气,身处F组的匈牙利,对阵为免冠军葡萄牙,后者排出4-3-3攻击阵营,斯朗拿到领涵风线。 葡萄牙多次获得射门良机,但始终未能转化成入波,直至他们进行人员调动后,球队马上打破僵局,最终葡萄牙以3-0大胜凶牙利,同时为为免之路拿到开门红。 开场5分钟,葡萄牙有绝佳良机,迪奥高组达大禁区攻门制造威胁,他没有选择传给位置更凶的朗拿道,而是自己转身一脚抽射偏出。 之后双方形成肉搏战,场上可为人养马翻,同时形成精彩的攻防转换。 不过,葡萄牙获得更多射门机会,其中43分钟,同入波更为接近,班劳费南迪斯在乱战中传中,朗拿道包抄到位,但在门前几马将个波射高。 半场比赛结束,双方战成平手进入更衣室。 换边再战,下半场回来节奏加快,46分钟,葡萄牙获得有路角球,拍比中路头锤顶向死角,古拉斯飞身将个波撲出。 葡萄牙继续向匈牙利斯压,不过他们更保守控球,在对方禁区外过多无效全球。 直到75分钟,场上形势开始改变,朗拿道禁区内空步停波,废奥拉房手中似乎有手球嫌疑,但球证听取助理球证意见后并无表示。 79分钟,匈牙利发动反击,来克尼高宋身后球,舒安德球仿过拍比起脚低射,球从近角入网,但旁正举棋,是2月位在先入波无后。 84分钟,葡萄牙终于拿到领先,拉法斯华大禁区右侧得球横传,拉菲尔古里路迎波推射,球击中对方手仗折射入网,葡萄牙1-0领先匈牙利。 87分钟,又在拉法斯华撒入禁区,被防守球员放跌,球证果断指向12码,之后斯朗操刀命中,葡萄牙扩大比分倒2-0。 90分钟,朗拿道连续跟拉法斯华打出撞场配合,前者过左门将轻松推射凶门得手,葡萄牙领先匈牙利倒3-0。 全场比赛结束,葡萄牙以3-0大胜匈牙利。 你听着的在安播足球快讯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M直播提供英千二甲法甲NBA大精彩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,立即下载M直播,随时随地看好球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